从此不读书,听出新感觉 天方听书晚,荣誉出品 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晴空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古老的文明被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尘封地下身处五千年后的今天 它 终于苏醒过来了 它究竟会带给人类什么 下面请听 悬疑广播剧 木乃伊苏醒珍 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应该尊重人的生与死 瑞利博士认为值得一试 也许这是一个机会 从此生命的定义就可以改写 对此 骨科主任迈克博士大叫荒唐 讨论进行了三个小时 院长让大家举手表决 十一票对七票 决定采纳瑞利博士的构想 为了避免新闻媒介的干扰 一切在秘密进行展 约定实施手术的周末终于到了 手术观摩塔里站满了观众 木乃伊七号躺在手术台上 护士已经为他做过全身消毒 他的身子连着许多管子 测量脉波 血压 心电活动 脑电波等 屏幕上显示的温度是五摄氏度 手术开始了 比森博士拿起了手术刀 沿胸骨从上胸部开始 直到腹部为止 做了一个很长的竖切口 两根很长的聚乙吸管 分别插入血管 心脏的输出腔内也插进了几根聚乙吸管 两名技师正俯身调节着人工心肺机 一种高度涵氧的溶液流入腹骨沟的血管 几分钟后 他又回到连接心脏的塑料管 等这种溶液畅通无阻时 比森教授命令赶用含氧的血液 一股红色的溶液射进透明的塑料管 注入骨静脉 三分钟后 从心脏接出的管子已显出粉红色 然后渐渐变成了鲜红 开始对木乃伊加温了 他的温度升高到十二十二十五三十摄氏多 十分钟过去了 心电图的直线仍然毫无动静 体温升到三十二摄氏度 所有的线条仍然是直直的 比森博士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突然雷里教授大喊 动了 心电图动了 你们瞧 心电图出现一条稍稍不规则的线条 现在是三十三摄氏多 屏幕上连续出现三个小尖 我的天 难道这具木乃伊的心脏 真的要搏动起来了吗 心电图的线条突然跳了起来 画出了一个粗犷古怪的图形 雷里教授拿起电棒放在心脏上 解除心事仙颤 心电图又成一条直线 温度又上升了一多 心电图上出现了一个完整的心脖 又是一个心脖 紧接着 脑电图的指针也晃动了起来 观看的人群顿时欢呼了起来 在古墓内一动不动 带了五十个世纪的木乃伊的心脏 又重新跳动起来了 在随后的五天里 一场生与死的活动 在307病逝中进行着 目前只有与当前护理有关的医务人员 才能进屋 我只能看病案记录 星期三患者开始到处出血 星期四患者出血已经停止 庆幸的是人还活着 星期五患者出现自主动作 心脏波动比过去有力量 星期六患者撤去氧气管 自主呼吸 星期日患者已经清醒了 睁开眼睛 看着屋内的医生护士的动作 又过了一星期 Ray Lee教授给我看两张X光的照片 木乃伊七号的骨折部位已经愈合了 木乃伊七号的健康状况 一步步逃转 我们对他进行了解的必要性 也与日俱增了 白天我陪他坐坐 或者是给他看看杂志上的图画 过了两三天 他就对我笑颜相迎了 夜间是护士Jennifer小姐陪伴他 Jennifer说埃及人常常干些怪事 每天他睡觉前都从花瓶里拿出一束玫瑰花 轻轻地俯过 那些花朵就会全都合上 低垂下来 仿佛一个个闭目睡去似的 有一次他还发现 他凝视着一支玻璃杯 啪的一声 玻璃杯炸碎了 埃及人喜气洋洋的 好像他刚刚结束了某种精神方面的练习 并且取得了成功 没过多久 我偶尔发现埃及人会画图形文字 就告诉了瑞利教授 教授请来了大英博物馆的 布利斯托尔教授和埃及人对话 埃及人用古老的文字 说他来自Monphys 是一位大祭司 远离了他的时代 他的城市 生活在五十个世纪后的今天时 他一下子受不了了 他拼命地摇头 然后浑身颤抖地倒在床上 脖子和脸部剧烈地抽筋 快注射镇静剂 瑞利教授叫道 他跃身上去 压住了木乃伊七号 看来我们是操之过急了 随后的几个小时 埃及人睡着了 嘴里却念念有词 瑞利教授把他说的话记录了下来 五月十二点左右 我决定再去看他一次 可是我在走廊里没走几步 就发现公用通信系统闪出一行字 心脏骤停 三零七十 各方面的有关人员 拥入了三零七十 可是木乃伊七号已经不见了 木乃伊七号失踪了 当班的护士Jennifer小姐 当然脱不了关系 可他却神态迷乱地说 不知为什么他离开了这个房间 他刚刚离开这屋子不长时间 警报就响了起来 然后就发现木乃伊七号不见了 毕森博士在护士室里大声发布命令 大楼各层都收到了电话通知 每个出口处都安上港哨 没有证明谁都休想离开医院 第二天早晨 看守医院边门的一位守卫中风了 他的脑电波成一条直线 但他还活着 就像一座雕像 完全没有自主的动作 把守卫的情况和身不由己 离开病房的Jennifer情况联系起来看 木乃伊七号的确是一个有着超凡魔力的人 这时一个同位素实验室的实验员送来报告 把不久前送去的木乃伊七号的 古组织标本分析结果告诉了我们 可是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 对古标本所测定的结果说明 木乃伊七号大约是两万七千年前的生命 而木乃伊六号那只沸沸的古标本测定 古墓壁画上的图形文字金字塔的年代测定结果 都表明木乃伊七号应该处于 距今约四千七百年前的那个时代 会不会搞错了 我们又送去其他标本 测定的结果仍然是一样 这一发现使我们寻找木乃伊七号的心情更为迫切 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人 而且不能惊动敏感的新闻媒介 这已经是十分不容易了 更何况是一个具有巨大魔法的古埃及大祭司呢 商量了许久 我们觉得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把它引出来 用它渴望了解的事物 对它又不具有威胁性的环境把它引出来 这样我们就决定在博物馆举办一个有关古埃及文化的展览 举办展览的广告在报纸上连续刊载了一个星期 我们收集了许多古埃及的文物和珍宝 还从圣河赛的博物馆弄来两具木乃伊 在展览厅内 我们又布置了12名守卫 展览会开放的那一天 来了好几百人 我和瑞利教授隐蔽在一个 可以俯瞰整个大厅的阁楼上 因为我们对木乃伊 7号的特异功能不得不妨 下午3点了 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 小阁楼里实在气闷 我便对瑞利教授说 我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在展览厅的走廊上漫步 一边留神周围的人群 突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好像被什么人盯着似的 我立刻站住 朝四周观看 但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有一个老太婆正走过门厅 她头上包着披荆 弯腰驱背 步履拖沓 她向我凝视了一眼 然后随人流走开了 奇怪 在她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很熟悉似的 她一摇一摆地钻进人群 我动身追赶 却觉得我的动作极其缓慢 我同她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一名守卫迎面走来 我想大声招呼她 可又怕她把我当成傻瓜 我们举办这次展览会 可不是为了抓一个老太婆 她突然转弯不见了 与此同时 我的手脚也突然利落了 我奔到通道口 但是她早已经无影无踪了 这里不是出入口 她怎么可能出得去 博物馆大楼的一侧 有一条走廊 除了远远的尽头 有些亮光以外 这条走廊一片漆黑 我定睛观看 发现一条人影 迟迟把那亮光挡住 我穿过门厅拼命追去 只见墙上挂着一张张 极其巨大的 色调暗淡的画像 沿着走廊 排列着一座座雕像 在阴暗的光线下 他们犹如一个个真人 在走廊的拐角处 我停了下来 睁大眼睛仔细观望 在昏暗中 只见一个模糊的人影 紧紧地贴在墙上 那到底是雕像还是人呢 我从墙上摸到一根 长长的木质的长毛 握着它 我大喝一声 别动 与此同时 我发现它动了 就挥起长毛刺了过去 啪的一声 木质的长毛 打中了什么东西 在一片昏暗中 只见有样东西 朝我飞了过来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铜铃般的巨烟 我赶紧躲闪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一个黑东西猛冲过来 把我压倒了 知觉恢复得十分缓慢 迷迷糊糊中 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Brian 你醒醒 Brian 你怎么样了 我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里 瑞利教授站在床前 久违的老朋友 阿布多尔也来了 瑞利教授告诉我 我被一只 重于二十公斤的 假面击倒了 得了轻微的脑震荡 我把博物馆的经历 告诉了他 他听完 点点头说 可能是木乃伊七号 可惜我让他跑了 接下来的事 更令人如坠迷雾 教授录下的木乃伊七号 昏迷时的 喃喃自语的录音 经过计算机分析 有三种语言 一种是他模仿 医生护士说的英语 一种是埃及语 还有一种 是谁也没有听到过的语言 像是一种求救信号 这天 瑞丽教授收到一封手书 一个堪林人说 他在天文台附近的 一间小木屋里 看到一个人 他在画一些可笑的图画 我们立刻赶到那间小木屋 里面空无一人 只挂着一件男人的衬衫 和一条裤子 盥洗室里 还有一件妇女的毛线衫 和一条披巾 我心里一动 出现在博物馆的老太婆 不也扎着一条 类似的披巾吗 木桌上有几张纸 其中一张画着一个椭圆形 像是一个运行轨道 下面有一些计算的柿子 右下角 有三个很小的图形文字 毫无疑问 这正是那古埃及人画的 桌上还有几张报纸 灯载着我们举行展览会的广告 瑞丽教授看着那几张图 突然说 国埃及人一向对天文学迷恋万分 木乃伊七号躲在这间小屋子里 我猜想 他是想接近天文台 以确定自己所在的地点 以及现在的时间 那我们去天文台看看吧 我说 果然 天文台最近发生了一系列 令人费解的事情 台长告诉我们 上星期他们正拍摄夜空相片 追踪一团光线特别微弱的星云 工作人员把望远镜调好后 改由计算机控制 第二天早晨一看 却发现望远镜转向另一个方向 把要追踪的目标都丢了 可是各道大门锁得好好的 没有任何破门而入的迹象 守门的两条大群犬 夜里也十分安静 阿布都尔预感古埃及人还会来 于是我们就埋伏在天文台周围 一连几天 我们都没能等到 大家不禁有些失望 这一天 夜空十分晴朗 我们默不作声地等待着 无线电话突然送出一阵低雨 西墙外面有动静 接着又是一片寂静 只听到风吹重鸣的声音 突然已经轻微的声音从上面传来 观测室穹顶上的巨门徐徐地打开了 灿烂的星空露了出来 一条人影靠近了望远镜 并将它转了二十五度 突然那条人影摔倒在地 痛苦地呻吟过来 动脉流破裂 雷里教授大叫一声冲了上去 这是早就预料到的结果 也是我们急于 把木南一七号找回去的原因 当我们来到那古埃及人的身边时 他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一阵汹涌的感情在我胸中澎湃 我想打声怒吼 为我们的失败与挫折 为我们的一无所得 而雷里教授的脸上则是一片平静 他缓缓地说道 他历经了千难万险 也该回去了 从木南一七号最后调整的望远镜角度 我们看到一片不以为人发现的星云 在综合计算机对录音语言的分析 我们了解到 木南一七号 其实来自那片遥远的星云 用某种方法改变了古埃及人制作木南一的方法和埋葬死者的习俗 使自己在死后埋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石窟中 等待有朝一日被他的同胞救走 而我们的莽撞进入破坏了他的计划 他来自一个与地球类似的星球 他和他的同伴大概在宇宙航行中消磨了两万年之久 三个月后 木南一七号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墓地 为了防止盗墓者的入侵 我们炸毁了入口处 我们期待 有一天 他的同胞真的能够找到他 并且 让他重新获得生命 编剧李绍杰 旁白李绍杰 布莱恩李绍杰饰演 瑞丽教授刘志胜饰演 阿卜都尔 王亮誓演 190年纽 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